大块牛排端上桌香气四溢 用餐时间人潮塞满满 民众不想等 想改外带却 民众就是来到台中这一家牛排馆用餐 想要外带带回家吃 却没想到要加收百分之十的餐具费 让他觉得很不合理 我觉得最不合理的地方是 提供的餐具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价格却是不同 痛批是在抢钱 林小姐廉价特地带着家人来用餐 自称是常客 不曾被收过餐具费 这回要求加收百分之十 部门业者事前都没说 回去问他说是不是打错了 然后他就只回了我们去 那是餐具费 但是百分之十餐具费 到底合不合理 看看一个套餐 主餐还有汤甜点 除了饮料 其余都是纸盒包装 另外还有一个提袋 以店家最高价位 一千八百八十元的套餐 若要外带就要加收一百八十八元 难道是餐具成本高 份餐点的话 我们大概会落在四十五到五十块钱 新冠不同套餐 成本会微幅上调 但普遍民众认为 一千的十%是一百 比较不OK 如果二十块三十块合理 有点高了一点 实际来到店家 还是会有差 因为我们有包装的费 说好的餐具费 马上改口变成包装费 官网上确实写下 要加收餐具费 不过随着餐点价格不同 这所谓的餐具包装费 就会有所不同 这样的收费是有问题的 他在当下是没有知道这个资讯 然后是事后才知道这个资讯 他可以提出消费申请 说收这个10%的费用 基本上说是包含我们的食材的包裁 还有一些就是服务上面的服务 台中各大餐厅品牌外带都没收费 这台中知名牛排指标 却加收餐具费 业者也出面澄清 说这是包括厨师烹饪 餐和餐具包装费用才会加收10% 但民众两面看法 就看消费者最终买不买单 三地新闻 吴宇智鸿通想 台中报道